此时热搜榜热搜 我也不知道为啥放这个新闻干啥 第一名啊 价值一千万呢 女子穿七厘米厚的洞洞鞋 崴脚粉碎性骨折 淡树兰州 一个吴女士在母亲节当天 穿上了七厘米厚的洞洞鞋 下楼 应该这个是比较新潮的一个鞋吧 穿上好看的 显得女性的脚娇小啊 啊 你看这个又高啊 显得身材好啊 就七厘米厚的洞洞鞋 摔倒了 崴脚了 导致左脚 左腿是粉碎性骨折 又做手术 还要在家修养 现在下地行走也不变 行走还得主拐杖 还得有时间限制 不能久站 医生告诉需要三个月康复 另外人的这个腿部骨头骨折过啊 对人的这个 将来的寿命啊 行动啊 可能会造成限制啊 因为骨折过的以后 这个人的运动受限制了啊 受限制 那当然对生命的质量和寿命 有可能会造成破坏的 比如说这个 腿部粉碎性骨折啊 这个骨折过 骨折过你走路 它就是疼啊 就疼 我就是有点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我穿什么洞洞鞋 我穿不了这种鞋 我现在只能穿一种鞋 就是篮球鞋 像这样了 这个 篮球鞋 还有真的是身体器官的一部分的感觉 我每次穿 我每次都赞叹 啊 人类啊 真是太 这个是李宁的 你看我每次穿的篮球鞋 它这个底啊 都是这种 不管怎么走新款 李宁的这个底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底 这个底非常好 哎呀 而且高耀的 它真的变成脚的一部分了 热还真的是有点热 但是习惯了也就不在乎 那习惯了以后 还是说这个人的这种 机体能力啊 比如说我要穿其他的鞋 走五千步脚步就不行了 就痛感非常的 这个吃力的在走路 我要穿李宁的这个鞋 走五万步也没事 没感觉的 走吧 真的变成身体的器官的一部分 当然了 女性嘛 爱美嘛 何况别说穿个鞋了 是吧 对自己加行都愿意 是吧 用刀拿自己都愿意 这个真的是也没办法的事 造物主造的人不是最漂亮吗 最独一无二吗 人的每一寸皮肤 人的每一个特别的样子 你不喜欢是你的事 是吧 你可能被人洗脑了 你那个审美 根据给你洗脑了 那个坏蛋们的审美方法来审美 我是以这个造物主的视角来审美 是我造物主既然造成我这样子 我一定肯定是最美的 是吧 人类永远永远没办法 可以把这个造物者替代 这么美的皮肤 所以有一天科技AI发展了 人类皮肤他也能造 他也能造 他也不能造我这样的皮肤 跟我一模一样的皮肤 注意健康啊 健康就是美 你教小 你教小 那满足什么呢 你满足恋童嘛 就是你满足恋童的凝视嘛 是不是这样 可以讨论吧 健康不管怎么说 我自己现在立己了 是吧 你这个太爱美 不就是一种利他吗 这个利他 你是要系人谁来赞美你 系人孔子啊 苏格拉底啊 赞美你啊 还是系人一帮恋童屁来赞美你 拜拜